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有一所文明国内的中华中学 它历经八十多年风风雨雨 克服各种困难 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文莱最大的华文学校 现在以华人子弟为主的各族学生 在这里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尽情享受学习知识带来的快乐 中华中学是华人先辈为了传承中华文化 即让子女学习母语 而于1918年创办的 起初以私塾方式授课 学生只有22名 后来学校不断扩大 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 目前已经成为文莱规模最大 历史最长 师生人数最多的华文学校 学校占地八英亩 教室60间 教职员工近200人 设有101个班 学生人数达3400人 在课程设置方面 我们都是遵照着 教育部的课程的媒介 在第一小 一年级到三年级 是用马来语为媒介语 到了高校小市 一直到我们的中午 是用英文为教学媒介语 所以我们就一本马来文的课本 一本中文的课本 文莱中华学校三语并重 除教授华文外 还教授马来文和英文 同时和中国的学校一样 文中注重五语兼修 让学生在德语 智语 群语 体语和美语等方面 全面均衡发展 塑造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 具有良好学识和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才 学生中本地人和外国侨民各占一半 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大家庭 在本地学生里 华人占81% 马来族人占14% 其他族群占5% 外国侨民中有印度人 菲律宾人和斯里兰卡人 教师除本地人外 还聘请了不少外国教师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老师 他们担任幼儿 舞蹈 声乐和体育的教学工作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话剧主题是 河水越来越前了 时间是现代表演的动物 有松鼠 花鹿 白鹅及蜜蜂 这时花鹿来了 他含了一大口水 出了食口然后吐在地上 花鹿我们快没水喝了 你还能费水 费谎 这几地水算得了什么 我在节省也省不了多少啊 话可不能这样说 如果大家都能够节省用水 天气干旱的时候 就不必担心没水喝了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都知道 水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支持 谢谢 现在文中的学历已获得政府承认 在文中高中毕业的学生 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升入大学预科 我们这两三年来 他也选的是有本地的学生到印尼 去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科学赛 是小学的 而且在本地的比赛当中 我们的学生也有被录取 除了一流的教师队伍外 文中的硬件设施在国内也属一流 除了科学室 音乐室外 学校还设有电脑室 多媒体语言室 网络中心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在电脑室内 有一台主机电脑 与二三十步终端电脑联网 老师通过主机电脑 将教学内容传送到学生的电脑 同时还可以看到 每一个学生在各自电脑上的 操作情况和作业 网上考试就是这样进行的 学生在电脑上打完所有试题后 就会立即知道考试结果 学生学完四五六年级 跟初一 初二 初三的课程之后 他们基本上都会对所有 Microsoft就是微软 Office Words Excel PowerPoint 之类的全部都应该是会做了 他们每周有两节课 每周就是40分钟 一节课就是说两节的 40分钟的课程 Internet E-mail 那些他们都很厉害了 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中华中学几任管理者 都始终认为作为华校 学校除了坚持华文式必考学科之外 也应该积极开办 具有中华文化色彩的课外活动 保持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兴趣 为此 校方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如华文歌唱比赛 书法比赛 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从而提高了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 因为我们毕竟是延环子孙 所以对于中华文化 必须要彻底地去了解 跟历史结合 才能知道说中华五千年的 文化历史的由来 此外 学校也鼓励学生们 多阅读华文读物 图书馆也是学生们最爱去的地方 很难想象这里的中文图书 涉及地理 历史 文学等多个领域 不但种类齐全 而且更新十分迅速 课与时间 坐在图书馆里静静地读书 对学生们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我们文中图书馆 现在大概有五万册的常数 那会分成三种语言 就是马来文 英文跟华文 然后华文现在大概是有两万册 那其中英文跟马来文 就占了三万册 然后除了期刊杂志 我们也有收一些简报 还有百科全书 然后现在还有语音的资料 在那边都有 然后现在你会看到的那些 是一些期刊 然后禁书的方式 现在很多都是由 中国大使馆在赠送 一年大概赠送一次 都会有五百册左右 为了让中华文化思想 能够真正深入学生 学校领导者也颇费了一番苦心 他们把教学楼分别命名为 中校楼 仁爱楼和信义楼 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受到教育 在于道德就说待人处事方面 尤其来到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 那他能够了解到 与同事们的和睦相处 跟睦邻如何去与邻居们的相处 那在这个品德方面呢 就让他知道说 如何做一个好公民 由于地处热带 文莱的天气十分炎热 然而 这并没有阻挡学生们 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 除了设有空调体育馆外 学校还披建了室外体育场 烈日下 学生认真地练习各种动作 尽管已经是汗流浃背 可他们仍然性质高涨 新学期里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老师 成了他们最喜欢的人 虽然认识才只有几天 可他们早已成为了好朋友 当我从国内飞到这边以后 我一看这个地方 感觉到这个地方很小 国家小 相对来说学校也小 人口也少 那么学生 学生相对来说也少一点 每个班大概有三十个 三十个左右的学生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天气是很热 每天的上课的时候 都要头顶着太阳上 而且这边也没有正规的跑道 还有一些体育设施 都是有一点简陋 经过一年多的教学 我感觉我已经适应了 基本上已经适应了 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以及他们的为人处事的 这一方面的事情 差不多都已经熟悉了 在教育方面 学生们跟小学生 小学的学生 跟老师还是上体育课来说 他们还是喜欢动 喜欢运动 喜欢上体育课 和中国的学校一样 在文莱 学生们只有参加毕业考试 才能升入高中 考试分为英文 华文 数学 历史等科目 在几千米的室内体育馆里 学生们埋头答卷 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 最好的成绩展示出来 我们今天的考题 我觉得还算容易 因为我们有做准备 然后我在这个学校 读了九年 因为即将毕业了 我觉得很不舍得 很想念这边的朋友 易老师 当初我学来在这学习念书 因为我爸爸妈妈觉得 华文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我们应该 好好学习我们的母语 然后如果我们不学习母语 我们就会被别人取笑 我发觉到 我对中华文化很有兴趣 然后我觉得 我对华文很感兴趣 所以我会好好学习华文 我觉得在这里读书 可以学到很多华文 认识到很多朋友 所以在这里读书 可以找到很多乐趣 成长来讲 在这里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 不一样的同学跟种族 你可以学到很多 不一样的文化 在中文文化 老师可以让我们知道 古代的事情 还有学习华文 对华人有多么重要 有可能在世界来说 以后华文也是一个 重要的语言给世界 我希望可以再进一步学习了 由于学校顺应了华人社会 传承中华文化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而且始终坚持严谨的办学理念 毕业生在政府组织的各项考试中 名列前茅 因此 中华学校的名气在文来越来越大 家长们都为自己的孩子 自使文中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华人学校取得的成绩也得到文来苏丹的认可 他先后两次到文中视察 并亲自主持文中创办八十周年庆典开幕仪式 在文来的华人学生勤奋学习 传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同时 华商也在加强文中两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合作 而不懈努力 作为文中两国有意的见证人 在酒店业及石油业经营了几十年的洪瑞泉先生 被两国交往的不断加深而感到欣慰 文来跟中国的这种渊源 还有这种交往 这已经算是相当久的一个历史了 因为你整个历史来看 最少如果我们这个斯洛丹 一个普洛丽的斯洛丹在中国南京那边 到现在应该是算是应该几百年了 尤其在中国这十多年来 这经济的发展 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在中国整个发展 因为中国目前的最重要是在广西这方面 它能够做到一个平台 来给我们东南亚包括亚西安国家 可以在南宁广西那边做一个平台 大家不互相能够带动整个在一个很大的市场 能够在那边做一个平台 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整个亚西安国家 应该特别感谢中央政府 给广西一个平台来给我们 以后将来 这个今年是第三年 将来如果你再做下去以后 这个很好一个舞台 和洪瑞泉先生一样 在文莱 华人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 并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感到高兴 从事汽车贸易的陈振荣先生 是第一位把奇瑞 宇通等汽车引进文莱的车商 我很早就注意中国 制造车要慢慢会出口 所以我去联系先 那么联系的 现在他们有直接有出口了 不过右边的街市房还是很少 那么我的意思 我拿了这个代理权 我就交给我孩子 那么虽然目前啊 中国车是在市场 人家很难接受 买中国车 好像六四年代的时候 我代理日本车也是一样 很难接受 我是看中国总有一天 慢慢那个汽车 会达到这个多难啊市场 因为中国本身国内操作上很多家 慢慢它一定会进监很厉害 品质一定会堆上 不过在国内 我听说我要去查 差钱哦 品质比较好 讲到说整个汽车呢 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汽车方面呢 因为中国这样大了 中国本身现在他们要用的 也是相当多的汽车 所以在这个汽车方面呢 如果再多五年十年 我看呢 应该整个市场 中国会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为什么 如果现在中国的汽车 进来汽车的价钱 也跟其他的 跟韩国差不多 那么如果日本啊 或者美国英国的 根本是比不了了 因为中国各一方面的 在这方面呢 价钱方面呢 还是相当好 那么我们汽车这方面 目前也有中国一些企业进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明一年 大概跟中国也有几亿 这个我们的市友会输出给中国 那么其他的 现在我们一直引进一些 比如说这个电话啦 中国的公司都有进来了 在文莱 华人经常说 有根的感觉很重要 对他们来说 中华传统文化 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看到中国越来越强大 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他们的内心一样充满喜悦 这个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 going 也就一起切参与 这里有些充满一些 肴在离开 但是它是有机会 不要丢阅 现在应该可以 他们在这里 进行第二天 其实就是 这边 在新鲜 现在